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顾盛南那个小姑娘挺可爱的 每天跟她在一起 应该很开心吧 确实会发生一些意想不着的事情 年轻就是好 还有各种可能性 我要是能坐着时光机回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肯定会换一种方式跟你相处 你现在的样子很好 不需要感应 是 我是郑宏的副总 又是全球精品联盟的理事长 这些当然都很好 但你不喜欢 我们和个话题吧 让我说完吧 跟你在一起的这十年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 你要早点把这些话说出来 这十年 这十年 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让自己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就是想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不想只做你的合作伙伴 如今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少喝点酒 你喝多了 我当你什么都没说过 我先回去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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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了 陆静 我在浴室洗澡 但是 浴室里没有浴巾了 你能给我送一条进来吗 李曼 就算我把浴巾 跟你送过去 也只是把它放在门口 你以后不会打开那扇门的 只要有这扇门隔着 你跟我 永远都会是好朋友 那扇门是工作自判 永远 而且你也不希望 这扇门被打开 听懂 行了 走一天路 跟上座的门 睡到睡觉 陆静 谢谢你 谢谢你 晚安 等一下 庆祝活动那天 我接了顾盛男 给你打的电话了 我没有告诉你 他删除了通牌记录